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和台湾联合新闻网12月7日报道 美国芯片企业英伟达公司首席执行官黄仁勋6日表示 他仍然希望向中国供应高端芯片 数日前,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以所谓国家安全为友 警告美国公司不要向中国销售人工智能芯片 据报道,黄仁勋6日在新加坡对记者说 该公司正与美国政府密切合作 开发符合美国规范能出口到中国市场的新AI芯片产品 他表示,在当前的AI芯片竞赛中 英伟达有许多非常强大的竞争对手 华为是其中之一 报道称,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日前称 有意再加强措施管制对华芯片出口 并点名警告英伟达不要为了赚钱而罔顾美国国家安全 此举重挫市场对AI股信息 黄仁勋重申英伟达会在符合美方规范下重返中国市场 透露英伟达开拓市场态度积极 并未受美国官方新言论影响 也让台湾地区AI概念股回升 众多相关股票收红,表现亮眼 市场看好黄仁勋表态 有望带动供应链业绩续望 据报道,在规模高达70亿美元的中国AI芯片市场上 英伟达的市场占有率超过90% 分析师忧心,美国收紧针对芯片出口的相关规定 可能会导致英伟达在中国的竞争对手崛起 黄仁勋也说 英伟达在AI芯片市场的霸主地位 正遭遇来自华为、英特尔和越来越多 半导体初创公司的严峻挑战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